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无非就是说羊和羊对冲 阴和阴对冲 这是这么一个阴阳属性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重点还是来看天干五合 天干五合在我们第二节课里头讲干支力的时候 我们已经讲到了天干五合的整个的过程 是吧 通过干支计时的一个整个的运作规则 我们就发现甲和己是合的 乙和根是合的 就是其实都是格五相合嘛 甲是一几是料 一加五等一六 是吧 一六同中 二七同道 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这样的合的话呢 当时没有讲它画的问题 是吧 那么我们今天呢把这个东西给讲全了 第一个呢 甲己合它会没有多出个叫画图 甲己合画图 乙根合画金 丙心合画水 丁人合画木 物鬼合画火 这个东西呢是我们要记的 为什么这个东西是要记的 因为我们上次在讲到这个天干合的时候 我们有五虎顿和五鼠顿 是吧 一个叫年上起月歌 一个是日上起时歌 这两个歌诀我们说不用背诵 因为这两个歌诀太麻烦了 那这个呢我们是要背诵的 那这个是要背诵的 这个背诵好了以后呢 我们才有资格讲 年上起月歌和日上起时歌 可以不用背诵 是吧 否则的话我们没有资格讲 那么我们先来讲讲 怎么去来背这个歌 甲己乙根 这个都是这个有甲木在里头 或者乙木在里头 那么我们知道木主人 我们前面在五行这张 这张节里头去讲到的话 那木是主人的 既然是人 人就是仁慈的那个人啊 木主人 仁慈一般听下来 就这人啊 是吧 老实人 人比较好 是吧 那比较考虑人家 是吧 这个都是这种 你再去隐身一下 觉得这个老实人 都听人家的了 好 那么甲鹤乙这种木 都是比较听人家的话呢 你跟挤一合 我也不跟你争了 你挤土是属土的 我跟你和画这个化成土了 你跟一合 我也不跟你争了 你跟金是金的 我跟你一合 合化成了金了 所以甲木跟乙木 合化的都是 他们合的那个对象的物心 其他三个 它就不一样 大家都变了 丙心 一个是火 一个是金 它合化的是水 这个也好理解 好像是火把金 给这个融了 是吧 融化了 变成金水了 这种感觉 那么丁和人 合化成木 怎么理解的 丁 你就把它想象成丁子 加个金字 就是个丁子 丁子一定 钉在木头里头去了 是吧 那么说丁人 就合化成木了 联想记忆法 误鬼和化成火 实际上前面几个记住了 那只剩一个火了 误鬼也只能剩火 好记点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话 就比较容易知道 鬼跟鬼火连在一起了 小时候我们看到乱坟场的时候 就会看到鬼火 是吧 现在好多人可能就不知道了 那么所以我一看误鬼 鬼在里头 读音一样的 就是跟那个鬼一样的 一看鬼火 误鬼和化火 当然你熟熟了以后 你反正是基因 被人记得住 只是你一开始接触的时候的话 你觉得 这个怎么规律不太好掌握 那我就说 甲乙木的话 它比较仁慈 都听人家的 你甲乙址就合化土了 乙根就合化金了 这么去记 就好记一点 那么甲乙址为何合化成土 乙根为何合化成金 那实际上我们之前 好像也有提到过 我也不记得了 有没有提到过 那么因为 一加五等于六 是吧 这个我们都是以五 作为一个去看的一个过程的 那么我合化的东西呢 也是拿地支的 第五位上面的天干 来去看的 无论是甲日干 还是挤日干 我到了地支 第五个时辰 第五个时辰 第五个时辰是哪个时辰呢 陈时 子丑银卯陈 是吧 一二三四五 第五个时辰就是陈时 那么你甲日干也好 吉日干也好 你陈时的天干一定是雾土 雾陈时 如果是你甲年干或者是几年干 你月上的天干到第五位的话 陈月的话一定是雾陈 所以呢 就是说你们两个一同同道 这个第五位上的天干 都是土的 那么就是甲鸡会换土 那么有种说法叫做丛龙 则化或者叫逢龙则化 为什么龙呢 因为陈是属龙的 是吧 陈属龙 我把后面这张图拿给你看 这就是一条龙啊 龙会变化的 十二生肖里头只有龙会变化 其他的生肖都不会变化 逢龙就要变化了 地支是属龙的 你成龙了吗 你坐在这个龙的上面 你就跟着一起变化了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变化成什么 谁坐在龙的上面呢 雾土 所以甲鸡合化土 乙根呢 合化金 也就是乙日 乙甲或者根干 他们这个 无论是到日时辰也好 到月的那个叫月份也好 他们到陈月 或者城市上面的一个天干 一定是根 根城 所谓的话呢 根属金 所以乙根合化金 那么同样 丙心为什么很化水 因为他到 城市的时候 是人城 丁人和化木 就是甲城 物贵和化火 就是丙城 那么你记住了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显然不用记 脸上起月 或者是日上起始了 因为我只要用城市 往前推和往后推嘛 是吧 你比如说 甲子日的时候 你说我城市出生 那么你是什么城呢 一推就推出来了 甲子和化土 物城 你说我不是城市出生 我是卯市出生的 卯市在城市前面一位 那么你就是丁卯 就是这么去推 是吧 如果你这个数字就数 我就通过加法 减法就可以更好地来 这个掌握 比如说 那我丑时出生的 你丑时出生 丑时是什么时候 第二位 你城市什么时候 第五位 那么中间隔了三位 那么我本来是物城的 物城也往前推三位 那不就是第二位吗 第二位的话就是 那就是以丑 所以这块呢 就是说 你算得快的话 简单的加减法 也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说不用记 年上起月歌和日上起始歌 我们只要记住这个五条 就可以了 这个五条 那么后面还有这些 和的名称 其实不用去记 问题不是太大 因为其实我们真正判断的时候 断面的时候 用处也不是太大 也可能是说 我的脚这方面 还比较欠缺 所以不太知道 只是大概的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中正之和 中正之和就是这样的甲己 好像很正派的是吧 因为这个是甲是 也是羊的天干排在第一位的 己是阴土 甲己和阴阳之和 所有的五和都是阴和阳的和 不像前面对冲的话 都是阳对阳的 同性相从 这个是阴阳相合 就像夫妻之间一样 那么甲根己 就是非常中正的一对 就是甲己 中正之和 中正之和的人 一般来讲 就觉得比较宽厚 是吧 因为土嘛 土也祖信的 是吧 比较讲信用等等 就是这个样子 以根和化经的话 叫仁义之和 因为以本身也是主人的 根是属经的经主义 那么是仁义之和 一听仁义之和 那么这人也比较可能仁义 是吧 一名给它带乙根和的 丙心和化水 叫威智之和 威智之和 一看这人就比较严肃 不苟言笑 是吧 他比较可能 这种威严的这种感觉在里头 那么丁仁和化木呢 叫仁义之和 但是更多的 可能给它一个叫淫义之和 淫荡的这种感觉 那就不太好 那我还是选了一个好一点的词 仁义之和 物鬼和化火呢 那一般称之为无情之和 那么我们看到下面这三个和 跟上面这两个和 有比较大的区别 对吧 一个是假仪木的话 我们说都从了后面的和的对象的 那个属性 这三个呢 都是完全变化的属性 另外呢 这三个呢 都有可能跟弄得不好 都是跟好色啊 这个淫秽啊 这种东西会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呢 它都有水 要么你丙心和化成了水 是吧 你反正就看这个水的话呢 就往往会组这些情 这个方面的事情的啊 就会有这方面的事情 那你你这个本身不带水 但是你也弄出水来了 你这边丁仁本身自己是带水的 物鬼本身也是自己带水的 所以的话呢 丁仁为什么有的时候叫 以溺之和 他也会觉得丁火是个阴火 人水也是 好像是什么日月星都造不到的水 这都是一种说法而已 是吧 好多人水还是比喻成江河湖海之水 怎么会造不到呢 那但是呢 他因为都是有水参与在里头 所以搞得不好的时候呢 他确实会发生这个方面的一些事情 然后呢 物鬼 为什么叫无情狠 因为物鬼的话呢 鬼是在天干里头排名最小的 又是阴的天干 象征如果这是个女的的话 是女的年纪比较小 物土的话呢 就是在阳刚里头 是吧 这个在前面的这个阳的天干里头 那好像是最老的一个 最老的 所以他是老头 老头取得一个年轻的媳妇 就是老夫少妻的感觉 所以的话呢 就就感觉不是像 好像那种啊 可能是为了一些目的去的 不是完全为情趣的 是吧 就这种感觉到里头 为物鬼和 物鬼和 如果判到 有些人的话 命里头或者说 有年大命里头 正好来了 有些正好 硬核在什么情况 比如说这个年轻的一个女性 说不定被单位的 老领导看中了 是吧 然后的话呢 两人有一些 说不清楚的关系 那么有可能会被你 在把自己头看出来 但是人家没有问的话 你不要去说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隐私的事情 你看了就看了 大概心里说 是不是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发生呢 是吧 这也要看 那个具体的情况 好 那么 五合我们介绍了一下 其实跟之前的干自定时 发生关系的话 也很好记 是吧 就是格武相合 而阴阳相合 那么五合的话呢 在我们八字排出来里头 四个天干 因为我们讲天干相合 四个天干 四个天干里头 有没有五合呢 我们怎么来判断 是不是 第一 当然要出现五合的 这两 这个一组合的 这个天干要在里头 比如说 甲 根几出现了 根出现了 你才有可能合 对吧 你关甲椅 他们两个是不合的 好 那么你这个出现了以后 还得要判断 他们不能合 我们讲不能合的条件是 年十 摇合不成合 一个是在年柱 一个是在石柱 年和石 太遥远了 太遥远了 想要合 但是他们分的太远 就像这个 一个在中国 一个在外国 是吧 那个异地恋 就很辛苦 想合有这个心 但是没有实际上能合在一起 好吧 那么 第二个呢 隔柱 有刻 不成合 什么叫隔柱 有刻 他们首先是不是相邻的两组 相邻两组 他从中间就没有 没有尖刻了 如果你像这个甲根吉 中间有一个根 来尖刻了 为什么要尖刻 因为我根筋 可以刻甲木的 你甲木 想要去找吉土 是吧 想要去优惠 可是发现 他老爸也好 或者说这个班主任也好 在这边管着你呢 不让你动了 那你想要去合 也有这个心而已 合不了 成不了事 是不是 这个就是叫 甲吉想合 但是中间有 有剑 是吧 这个剑不只是说间隔 你如果中间 是一个钉火的话 间不了 是吧 因为他们是相生的关系 没法重刻他 所以你限制不住他 那么 除了这两个条件的 基本上我们都是 可以认为相合的 那么当然了 这个只是一种观点 包括子凭真权上 就是讲的这种观点 那么也有很多老师 就不讲这种观点 他们认为 不管这个隔得多远 还是能合 他们就年始也能合 有相见也论合 很多人也还是会去论合 这个就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论法 那个我们也介绍一下 因为从后面开始 讲的那些课程 大部分都是命理的经验 总结 命理的经验总结的话 不同的人总结出来的 还是不太一样 是吧 没有一个说我们 其实说这条定理 就是这个样子的 其他人都是错误的 还真没法去讲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会把相对来讲 我觉得还是 有这种可能性的 也跟大家介绍 完全这个乱扯了呢 我们也不会去说了 那么好 第二个有争议的 东西呢 就是五合成化的条件 五合成化的条件 一种呢 就是干脆 就是我们不论话 只论合 天干 不论话 只论合 那这个也是相当部分的 人会持这种观点 叫 只论天干五合 不论天干合化 那么还有很大一部分的 这个命理界人士呢 都是承认这个五合可以成化 五合可以成化 那么在承认五合成化的里头呢 又分了不同的派别 因为大家对五合成化的条件的 都不一样 有些人觉得是这样就可以成化了 有些人觉得非得那样才能成化 那么这个有这个难度系数低一点的 有难度系数高一点的 这个大家的看法又不一样了 是吧 所以这里头呢 就分的比较乱 我都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把这边呢 大部分可能用到的条件呢 就跟大家讲一讲 一个呢 叫做两干相邻不相隔 当然这个是我总结的一个歌诀吧 两干相邻不相隔 两支须有一化神 化神必得月令柱 逢龙才能化相争 化神有力 破除天 方能论作合化成 这个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说 第一个 你合的时候 你两个相隔 中间相隔一个 只要不来见课的话 我们能论和 但是不能化 你要化 首先 他们必须得 啊 尽灵的 比如说 乙根连在一块 或者甲己连在一块 你才可能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呢 两个地支 因为他们地支 我们没有画出来 它两个地支 必须要有个化神 什么叫化神 就是你变成的那个五行 甲己 合化土 那么你看 地支里头有没有土 如果你这两柱地支都没有土 你这两柱只能合 啊 就是化不起来 如果有土 那就又满足了一个条件而已 化神必得月令柱 也就是你的月令 我们讲月令就是月支啊 就是我们的司令功了 是吧 司令允许你的 是吧 我生住你的 我也赞同你的 你才可以合化成功 司令都不赞同你的 那就不可以合化成功啊 那么就要得到 他的月令的支柱 那么冯龙才能画像针 那么这里头好多人 就是不会有这一条 冯龙则画的话 好多人说是这么说 但是不会进行这条 就是说所谓冯龙 才能画像针的话 地支里头要有成土 成龙嘛 要有成土 我才能画的成功 尤其是时辰出现在 成时的话 那就更容易针了 那么 画神有力透出天 画神有力 就透出到天干 如果说甲己合化土 它自然而然 这个本来就是土 已经透出天干了 以根合化金 也透出天干了 可是如果你是 丙心合化水 你要看 司柱里头 有没有水 这个天干 没有水 这个天干 丙心合化水 它就合不成功 这个就 画神要有力透出天 这条件都满足了 那就能够合化成功 这个只是一家之言 因为很多的说法 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如果按照 从严一点要求的话 我们就条件可能多一点 没有那么严格的话 好多人只要看一下 他的势力比较充足 比如说丙心合化水 这里头的水的势力比较大 整体把这里头水的势力比较大 他就认为 这个是可以合化成功的 那这个是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观点 那么我们其实今天呢 这是把天干五合 和天干五合的 这个 等于说能够成合的条件 或者能够成化的条件 跟大家讲了一讲 这个呢 还是非常粗浅的一个认识 对吧 如果真的要把天干五合 讲透 那是要非常细的 尤其是在学习了 格局和时辰之后 我们回过头来 再来看天干五合的话呢 那就会能够引申出不少的内容出来 那么现在因为我们这些知识都还不具备 所以的话我们只能是先把这个当成一个基础的知识来讲 因为五合的东西的话 真正去看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难点和一个等于是高级班应该去了解的东西 它包括了很多生存值的内容 但是对我们现在基础知识来讲 我们在学习基础知识的同学来讲的话呢 就是先了解五合有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他还可能有核化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的话呢 我们因为拿到八字以后 要去看他们之间的作用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分析了 是不是他们有核的情况在 这是我们要重点去看的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也先讲到这里 好的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